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六月份的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分享 还有订阅小铃铛哦 这个六月份呢 是一个充满机会 适合探索跟玩乐的月份 听起来有没有很开心呢 的确是如此哦 基本上呢 六月呢 有正面跟一个 比较需要注意的 另外一面的部分 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 那六月呢 好在哪里呢 好在呢 六月份就是一个 非常适合旅行 学习 跟朋友相聚 或者是 认识新朋友的时间 因为呢 这个月 在21日以前啊 太阳都待在双子座 那么金星跟水星呢 也是一样哦 在17日之前都待在双子座 更不用说 之前才进入双子座的木星哦 所以这么多星在双子座 双子座的这种 不断跟人家互动交流 很开心的这种气氛 就是六月份的主轴 但是 另外一个部分要注意的就是呢 在六月份里面呢 我会建议大家 不要太快下定论 有可能你的决定呢 最慢要在21日以后 进入巨蟹座的月份 它才会比较确定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六月份的星象哦 基本上呢 六月三日的时候呢 木星跟迷茫星呢 形成迹象 而且水星进入了双子座 这是一个非常愉快 而且呢 有利于公事跟私事的一个时间 六月四日的时候啊 太阳呢 又跟金星啊 合相 所以 其实六月初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很欢乐的气氛 很多人会有好的消息 也许是工作机会 也许是恋爱机会啊 或是朋友聚会 那在六月六日这个 双子座新月之前 我觉得这个气氛都还蛮好的 所以这个在前面这段 可能大家就非常适合怎么样 多探索 多认识 有一点点像是怎么样 我们如果今天要买东西 要试吃对吧 你要买房子 要去看很多间房子对不对 你可能看了一间两间 你觉得挺不错的 你不会马上想要买 但是你可能会有一种冲动 六月初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进入六月九日之后呢 火星进入了金牛 然后六月十一日 火星跟迷茫星呢 形成了一个压力的角度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甚至到六月中以前啊 你会发现 如果你前面太开心了 太早呢做决定 太早给人家承诺或下支票 你现在可能做不到 你现在想要 要改变心意了 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是 有些人呢可能就是 会有一种就是 跟人家有一点暧昧关系啦 保持各种可能啦 可是 可能到了六月中以前 慢慢他就开始有一种 嗯 我想要改变 我的决定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就会引发 有些人的不满意 所以我觉得在六月中以前 大家不妨啊 不妨就是多看看 不要太快决定 那么到了六月十七日的时候呢 哎 金星跟水星进入了巨蟹座 更不用说呢 太阳在二十一日进入巨蟹座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 整个环境的那个气氛啊 从风向星座很快乐啊 可以变动的那个能量 转到什么 水向星座 好 一个需要感情 或者是物质生活 要比较安定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巨蟹座 跟家有关 它也是一个基本星座 要做决定的时候 所以就好像前面 你是在看房子 在试吃 一直要到这个巨蟹座月份之后啊 哎 我决定要买哪一栋房子的 我决定要订哪一个餐点呢 巨蟹座就是我要 哎 看完那么多地方之后 我要找一块地怎么样 开辟我自己的王国啊 这个疆土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们可能在六月份 里面的事情 有这样的状况 那么更明朗的状况 可能要到六月底的时候 这个六月二十九日左右的 这个满月 还有六月底的时候 你会发现 更多事情会更清楚 那当然 接下来就要放这个暑假对吧 所以我想大环境是开心的 可是做决定上面来讲 大家要有一点耐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个别星座的运势咯 那么这个月呢 我觉得 我们有五个星座跟你的事业 运势最有关联的 就是你的生活重心 最容易放在你的事业 或是你个人想做的事情上 第一名就是双子座 基本上双子座呢 不只是事业啦 你个人的形象啦 感情啦 或是你个人的目标 梦想 在这个月 特别容易达成 特别是在月初的时候 如鱼得水啊 所以双子座呢 在这个月是一个 这个 如梦踏实的时刻 当然 比较担心的就是 你想做的事太多 什么都想做 而且计划不精确 你后面呢 就比较辛苦 怕可能理想跟现实有落差 或是骑虎难下 但是你的运势是好的 那特别是你是建立个人品牌 这个自由业啊 或是靠你形象吃饭的朋友 那么在这个月 你会非常有影响力哦 那么第二位呢 我要来聊的就是 狮子座 狮子座呢 基本上从四月以后呢 你的运势也是 蒸蒸日上 那在这个月 你特别容易有一番作为 而这个作为是 你的团体的成就啊 比方说你的公司 你的团体 你的朋友 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或是你登上了一个 团体 群体的舞台 你当领导 你发挥影响力 你特别容易被人家注意 但是呢 你的挑战就在于 当你变成领导人的时候 你要如何领导大家 安抚大家 分配资源 谁拿多少预算 谁负责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比较挑战 但是你的领导能力做得好 你的人气旺 诶 我觉得呢 这个月就很棒 那么再来呢 是处女座 处女座呢 在这个月呢 你的事业很容易有一些 表现的机会 那这个表现机会旺 是根据呢 你之前的努力 好 那你现在爬上某个位子 或者是你的长官呢 看到你的这个可靠度啊 你的成绩啊 所以呢 让你在某个位子上 好 那你可能你刚好就跟着 对的合作伙伴或公司 来到一个很不错的这个时机 你就掌权了 或是你有表现的空间了 这个是要恭喜处女座的朋友 那再来呢 天秤座 或天秤座 呃 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六月份呢 运势呢 开始转了 而且呢 是越来越顺 同时呢 你的好运都跟外国远地 或是新的市场 未来长期的计划是有关的 所以要恭喜你 所以如果你有在做国际贸易啦 你的工作是需要跟不同背景的人沟通啦 或是你有要处理法律 或是跨界跨国出版这些事情啊 特别忘 另外就是有可能呢 在这个月 你有被拔拙 或是这个走马上任 或是换工作 被挖角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 天秤座在这个月呢 也特别容易有很多的表现空间 甚至啊 我觉得后事可期啊 那最后一个呢 要聊到是工作的部分就是 摩羯座 摩羯座呢 这个月呢 有一点那种中流砥柱的感觉 就是呢 你不一定升官 你也不一定加薪 可是 你在工作上面的表现亮眼 有你大家就安心 有你这个案子就会很顺利 而且呢 你自己也可以在这个工作里面呢 做得很开心 学到很多 所以呢 你的生活里面工作是少不了的 那当然你跟同事下属的关系很好 他可能也奠定你未来 新计划的一个支持力 所以以上五个星座啊 在这个月呢 我会建议你 注意你的工作机会 注意你的赚钱机会 当然 工作里赚钱是很正常的啦 那如果 纯粹讲赚钱的部分呢 我觉得这个月啊 财运最好的就是 上升或太阳在 这个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 金牛 还有刚才讲的狮子 还有天蝎 以及水瓶座的朋友 那狮子座不用讲 因为他的事业运很好 所以当然工作的财富就 来得好 或是说 他的团体朋友运很好 大家要去投资什么 他就会跟着做 也许做得不错 靠人员吃饭的 靠粉丝吃饭的 那么 金牛做的是不一样 金牛做这个月 财运特别旺 因为呢 他们非常有理财概念 而且这个月 很容易有开源的机会 找到商机啊 找到合作啊 找到赚钱 找到兼职的机会 所以 金牛做在这个月 财运特别好 所以留意你身边 金牛做的家人 那 唯一要小心一点的就是 你们比较容易 有些时候会 不断独行 就是你会忽略风险 或是太过自信 也可能就是 大家都觉得 那个人不可以信 你觉得要冒险 试试看 那有的时候反而呢 你的决策 没有去参考太多的 这个客观的消息 是比较容易错的 要稍微小心一点 那再来天蝎座 天蝎座呢 这个月呢 富贵有人帮 所以你都是赚别人的钱 或者跟别人一起 吃香喝辣 那么这个月呢 天蝎座也常常会有一些钱 突然返回 比方说你之前有押金啦 之前有人欠你钱啦 或者是 有什么钱 你应该是要给付 没有给付啊 有可能在这个月 就忽然怎么样 回来了 那另外呢 就是即便你没有钱 但是呢 你如果想要做一些投资 或是买房子 有可能你就管到 借到比较多的钱 所以这个天蝎座在这个月呢 是可以 这个借力使力的 那么水瓶座呢 在这个月呢 其实呢 投资运势很好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机会 我会建议你 做好功课 把握机会 但水瓶座有个麻烦 它这个月呢 玩乐的机会太多 所以有可能呢 你这个月花太多钱了 吃了玩乐 这个约会 为了小孩 为了情人 这个是要稍微留意一点点的 但是水瓶座也可能在这个月 会有买房买车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这个货比三家不吃亏 对水瓶座来讲很重要 那么再来聊到就是爱情 我们很多朋友很在意爱情 那么在这个月里呢 在17日之前 代表爱情的金星都在双子座 所以基本上 在这个17日之前啊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 双子 天秤 水瓶 以及呢射手座朋友 你们的恋爱的机会最多 可能是从交朋友啦 到恋爱啦 或是更多进一步的交往啊 你们的机会最多 请好好的把握 特别是这个6月初的时候 那么17日之后呢 金星就会进入巨蟹座 所以呢 诶 感情的运势就开始 有一些变化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 巨蟹 天蝎 双鱼 或者是摩羯座的朋友 到了这个17日以后 慢慢慢慢你们感情就 成长了啊 那你们的感情是比较内敛的 比较需要一点时间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 从朋友做起 或者是说 现有的关系会有改善 或提升机会 我觉得是可以好好的利用 我们在17日以后 甚至21日以后的时间 那么当然 还有一些朋友没有提到 我们就要来聊聊 另外4个星座 那么 第一个 刚才稍微提到一点就是 上升或太阳在射手做朋友 你们除了合作跟感情运不错以外 这个月份呢 其实你们会花比较多心力在家人家庭上面 所以你们的挑战就在于 跟外人朋友可能相处很愉快 反而是自己家人 越亲密的人 有的时候相处不愉快 或是有些事情不好讲 那我觉得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射手做你其实需要啊 花一点时间 陪伴你的家人 或是看看有没有办法 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我觉得处理家人的事情 把你内在的这个不安感 或者是一些问题处理好 它会帮助你在后面 有更多自由空间去成长 那再来呢 是双鱼座朋友 双鱼座朋友呢 在这个月旅行 或者是说这个到处看案 或是拜访 还有甚至也可能搬家的机会 是多的 那双鱼座这个月最大的挑战呢 是在于 你很容易把很多事情都往肩上扛 这可能根据是因为你太善良 太想帮助别人 也可能是你的欲望太多了 所以你什么都想做 都想帮忙 最后就会累死自己 所以双鱼座朋友这个月呢 我觉得人际关系上虽然不错 可是你自己一定要有所选择 当然有可能你会藉由一个机会 承担 然后逼着自己长大 比方说 爸妈觉得家里太小了 你决定要买房 买车 因为要载小孩 那的确会增加你的这个经济的负担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承担的话 你可能因为做这个决定之后 逼自己怎么样赚钱 反而让自己的能力有提升 所以这个中间你要去拿捏 再来是白羊座的朋友 白羊座朋友呢 在这个月呢 有非常好的行销媒体 沟通教学的运势 旅行的运势也很棒 所以我觉得你要把握这个六月份呢 到处走走啊 广街善缘 那么白羊座最大的挑战呢 就是这个月呢 你可能跟身边的亲友有很多的互动 难免会有一点多管闲事的情形 另外就是呢 有的时候你太开心了会得意忘形 讲太多 或者是在沟通上面有一些误会 这个是白羊座要特别留意的部分 最后呢 就是巨蟹座了 巨蟹座呢在这个月呢 一定是要等到最快17日以后 最慢21日以后开始运势的大翻身 最前面你们可能是休息 可能是处理一些问题 也可能是你们家里有些人要照顾 也许有长辈啊亲人啊住院啊 所以你常常会进出一些地方 是什么安养院啊或者是医院啊 或是你要去做一些慈善公益啊 不被人看到但是你要服务的地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巨蟹座呢 其实会建立你良好的口碑 那再来就是呢 我觉得巨蟹座呢 你如果啊 如果可以把自己的健康身体心理养好 那么到了六月的下半月 进入巨蟹座的月份之后呢 你就会有更多表现跟成长的空间 我觉得这才是你六月份该做的事情 好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六月份的运势 希望大家呢在六月份 都可以人和万事心 而且心想事成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我们下个月 我们下个月